感谢关注 印度的新冠疫情单日增长量超过了9.3万 也就是说印度的新冠疫情已经在社区传播 印度的未来一周两周之内的新冠感染人数的重量将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上排名第一 而以印度的医疗水平和医疗实力 它是没有能力单独抗疫成功的 确实印度政府和人民已经放弃了对新冠疫情的抵抗 我想印度的富豪已经准备在美国 俄罗斯或者中国接受新冠疫苗的注册了 而印度的穷人只能等待联合国或者美国中国的救援 而印度为了摆脱对新冠疫情的社会危机挑衅中国 这一周五周地给我 是美国为了 美国人的主席 我们想问的是美国人的计划 也会是美国人的 conhe养